- 字幕君 所以今天兩個詛咒 自殺防治、另外守門人 重點是守門人 那全國自殺防治中心 這是一個功能性單位 它是台湾自殺防治學會跟衛生署標的一個案 所以一年要標一次 助理是一年一聘 所以這是很大的壓力 像前年 去年我們原來的經費 最前年是一千兩百萬 去年變成七百五十萬 我突然間十五個比七個 剛剛主任也提到 人事縮減經費縮減 這對我們也是很大壓力 但這個壓力會互相影響 所以去年的自殺死亡率就明顯又回升 是很重要 自殺不是我們坐在那邊納涼 自殺死亡率就下降 一定要透過有經費有政策 人員能夠動員去幫忙別人 所以今天重點就是談這兩個 全國製造防治中心 在行政衛生福利部 我們在2005年的12月9號 就是民國94年 選12月9號開記者會是因為921 反轉921 我讓大家記得說台灣的自殺死亡率已經聯繫 十幾年都位 位居在十大死因的第九名 所以越來不只是第九名 越來那個比例越來越高 所以為了這個樣子政府在規劃五年以後 政治在2005年12月9號公開招標成立全國製造防治中心的一個計劃案 那這個中心最主要是要落實於個案為中心 另外考慮到家庭為單位 再來整個社區為患愁 要做整合型的社區健康照護的主席 那有效降低個人的自殺死亡率 那降低自殺死亡率只是個被動的 那實際上更積極的就是剛剛主任提到 那員工關懷不是讓你離苦 還讓你得樂 所以裡面心理健康促進 經濟 獎金 活動 休閒 全部都列出來 那但是影響我們健康最多的還是心理 那世界衛生組織已經有很明顯的講 No health 沒有健康 Without mental health 沒有心理健康就沒有健康 所以表示心理是蠻重要的 所以今天很多重點我都會擺在 跟心理有關的來跟各位分享 所以這個只在告訴大家 自殺死亡率這個一個圖 這紅線等一下我跟各位來講 這紅線的圖是按照年代 自殺死亡率每十萬人口來看 這是一個圖 其實一個圖 13年一直在紫線上升 這樣的話政府趕快看到 我們就趕快成立全國自殺防治中心 成立了不夠半年 還是去隔年還是上升 自殺死亡率要上升 但是那個協力就比較沒辦法 沒有紫線上去了表示延緩 然後後來就慢慢下降 中心成立五年以後 我們自殺死亡率就明顯下降 然後離開十大十英 那世界其他各國的話 大概要中心國家策略 要整理之後還抗爭 我說我們台灣做的很辛苦 錢又少 因為剛開始一年大概五千萬嘛 要養全國的關懷房式 現在變成全國的關懷房式計畫 都已經跪到各地方 所以這個是要跟各位來分享 就是說製造防治中心是在 2005年的129號 我們開始掛牌成立 中心的架構 以現階段來講 是台灣製造防治學會飆到 衛生福利部全國製造防治中心的一個計畫 那我目前是擔任主持人 我在博愛路是一個辦公室 但是我剛剛提到 製造防治中心在每個人的心中 不是在博愛路 所以大家會記得說 在台大經濟也可以做 然後在貴局 貴局處也可以做製造防治 或者在家裡也可以做 所以製造防治中心不是博愛路 而是在每一個人的心中 所以有主持人還有協同主持人 所以真正在中心裡面的話 就是我們有資訊管理 包括網路維護 另外一個是提供很多教育平台 所以各位同仁今天來 我們這次初次見面 關於將來 你對自殺防治有任何的意見或問題 只要上我們全國自殺防治中心的網站 可以查到所有的資訊 包括數據 包括電子書 包括等等等 應有盡有 再沒有看到 就打我們的專線 反正你跟自殺有關的 怕我們中心 我們一定要做最好的一個服務 或是免費 又是教育宣導 衛教的宣導 教材的編制 媒體也合作 又是研究發展 我們要發展的是有證據 有實證研究的分析 提供相關的自殺防治 相關的數據的監測 所以現在全國各地 醫療院所如果有自殺未遂的個案 都要通報給衛生主管 主管機關 衛生局 然後我們在三天內 就要派關懷訪事員到家裡 去關懷訪事或者電訪 所以關懷訪員也是守門人 好 那下面這些是土 只要讓你有印象就好 不要被背了 你背不掉 而且我們網站上都有 這張圖是什麼 因為自殺是世界性的健康 跟公共衛生問題 大家都聽過 好 那每四秒鐘 每四秒鐘就有一個人自殺未遂 每四十秒鐘就有一個人自殺身亡 所以平均一年大概有80萬到100萬人 全世界死於自殺 那更不幸的 其中75%都是在亞洲 亞洲自殺防治思維全球化 看別人在做什麼 那策略要國家化 那這樣只是告訴大家 亞洲地區就不同的年代 現在我們韓國日本跟香港台灣 這樣比起來 這自殺死亡率 每十萬人口比例最高的還是韓國 再來就是日本 那台灣 再來就是香港 所以韓國、日本、台灣、香港 我們過去五年來 都有密切的合作 共同如何針對亞洲地區的自殺防治 大家互相來敬言互相 然後還有降低 有效降低自殺死亡率 好 那這就回到我們台灣 這次年代 中座標是每十萬人口有這麼的比率 大家有一個印象 紅色的是代表出死亡率 就是我們台灣多少人口 那一年死掉多少人 除起來 每十萬人有多少人死掉 那一般來講 我們在民國94年的時候 每十萬人口是18.8 中間成立第二年 這民國95年 就過去二三十年來 台灣地區自殺死亡率最高的時候 就在民國95年 那時候每十萬人口是19.3 那後來就慢慢下降 下降到現在 紅色的15.1 這100 這是民國103年 因為今年六月才會公佈去年的自殺死亡率 所以只有到103 這綠色是什麼 我們自殺死亡的話 老人家越老 自殺死亡率未高 對吧 然後男性自殺死亡率 永遠是女性的兩倍 所以男人真辛苦 所以這樣一定要校正啊 你國家跟國家要比 或者是台南市跟台北市要比的話 像雲林老人那麼多 跟台北要比就很難比了 所以這個叫標準化死亡率 就是說你的死亡的比例 一定要把它校正到說 年齡 像世界衛生組織有公佈 2003年老人的比例多少 年輕人或青少人比例多少 按照年齡性別 校正過的比例 它就變成標準化死亡率 所以標準化死亡率 我們會比我們的除死亡率要低 它是11.8 那講這個幹嘛 世界衛生組織每一年都會畫自殺地圖 來列明自殺危險的程度 那一般來講 它的標準化 自殺死亡率如果超過 每10萬人口 11.8人的話 超過12個的話 每10萬人口 有12個人死亡 自殺死亡 就叫高危險區 那台灣地區好不容易 大概從103年以後 102就慢慢12.0 慢慢脫離最高危險區 紅色區 現在是進到高 但不是最高了 好不好 就進到中度的自殺死亡率 到這裡聽得清楚嗎 所以我們的自殺死亡率在上升 然後後來有中心政府跟民間 大家一起推動守門人的訓練 就慢慢下降 那在10年後 我們已經到去年 103年 我們已經正式脫離 世界衛生組織 所明定的自殺高危險區的國家 好 那自殺跟性別 這基本上是 你都賣給關了這些 這些男性的自殺死亡率的趨勢 那這裡紅色是女性 這是平均值 這個坑得到 103年台灣男性的自殺死亡率 每10萬人口20.0 那女性10.1 剛好是兩倍 全世界都有這個趨勢 只有少數幾個國家 都不見得 或不見得是有這樣一個倍數在 好 所以這是性別 那年齡的話 滿清楚的 這是兒童青少年穩定 然後65歲以上 這滿明顯的 隨著年齡的增高 這自殺死亡率就明顯增高 所以剛剛我們出死亡率是 大概將近每10萬人口 標準化死亡率大概12 這邊的老人可以到31倍 所以老人的自殺死亡率 變成我們一般人口自殺死亡率的 兩倍左右 所以這段是談到年齡越大 他的自殺死亡率就越高 好 這是男性 以男性來看也是一樣 所以這個 概念就是年齡越高 他這個自殺死亡率就越高 那中壯年就會集中在一起 青少年 所以你不要背這個 等於是當講爽不忍就好 男性 年齡 年齡 這是女性 明顯下降 但同樣看來是年齡越高 自殺死亡率越高 這是年多 所以他每10萬人口到20.9% 男性是31% 好 好 好 那因為今天來的重點是要談守門人的概念 對 那守門人的概念的話 我們就要先談到說 那自殺 那行為的發生 他不是說這個你想自殺就自殺 不是 那注意看這個 我們把它summer起來 國內外都有一樣的看法 一個人要死 他不是突然間有自殺的行動 他從意念到行動 可以三個月 可以三年 也可以是15年 每個不一樣 但是如果他是因為急性的生活壓力事件 譬如親人死亡 又經濟 又敗壞 然後又 家裡很多事情加在一起 很沉重的 經濟也好 情感事件也好 等等等 剛剛我們主任就提了很多相關的壓力 不管怎麼樣 因為壓力是相當主觀 只要他覺得是沉重的壓力的話 也可能會產生 嚴重的情緒反應 他的不良的 不適應的處理方法 就產生一個自殺意念 那更重要的 除了10%到15% 他有明顯的生活壓力事件 但是還沒有達到精神科的診斷 因為達到精神科的診斷 一定要說 他要有心理社會功能的障礙 譬如剛才我前面提到 他有焦慮 有憂鬱 政策的人說 我長什麼有憂鬱 怎麼來看精神科 不一定 我們前面提到 你只要 把勞動的概念改成運動 你就好起來了 就概念轉變 壓力管理 好了就不一定看 但是如果 因為他憂鬱焦慮 常常跟人事 我要請假 一個禮拜請個五六天 晚了 下禮拜又講 我是頭痛又請假 那過一個禮拜 又請拉肚子 又請假 常常生病 這個就可能要看精神科 為什麼 他已經有生活功能障礙 有身體的病痛 然後呢 有情境上不舒服 導致他原來的工作能力不好 所以人事主任 他說說 關懷協助中心 是很要緊的 如果人事把關得好的話 他可以發揮團隊精神 因為他來請假 不是給他扣錢的 他要警告你 又請假 是代替用關懷 那不一樣 以前人事是來請假 說這比較常在打扮 這身體做壞 那想辦法 就之前 但現在如果 你有守門的概念以後 你就想到 李教授說過 情緒 也會透過自律神經 要影響全身都不舒服 所以我請教說 哎呦 李教授 那是科長 你這個白哥很難過 就 滑回等一下我要講他的 打招呼以外 走下來 集集聆聽 我到四里 當院長 第一次 全面去跟他講 人文關懷的演講 我告訴他講 同理心 所以我特別講 吳主任要分享 我們七條 那個人事主任 少年 那個演導 新北市 他一直很詳勢 精神科病人 常常會告院長 他人事事跟院長 就很有溝通 誰要罵院長 他就把他擋掉 很顧院長 都把他抖起來 不必讓他回院長事了 就開始解決 你這疑心我都遲到 那開始變成 他在替院方解釋 我告訴他 我一次演導是說 他在說 他在說 我是有關係 我怎麼關係 大家怎麼控告 大家笑的 那有偏見 我就說 要說情緒障礙 大家批去做 我說你做了 好 很累 治療是很好 風景很好 如果可以爬上山 不走就死了 然後有運動 我說你不用那麼累 後來我就對全面演講 就跟他講 同理心跟關懷 他就這樣熟悶 所以我要講出 那個神奇效果 他就跟我說 因為他聽了委員講 他一天就跟我說 你做運動不簡單 我以前 那些運動來 都沒有告訴我們 都尬醫生而已 你又尬尬人士 尬我們採購人員 公友 我上去簽我們吃文科 跟我說同理心 我跟我們不一樣 說不一樣 我是怎麼不一樣 他說舉一個例子 以前他只要一看到 有病人要來控訴 他心話就說 還來啊 現在 現在不一樣 你告訴我們說 人都有情緒反應 他會憤怒 他會生氣 表示他背後 是有挫折跟自卑啊 所以這個人 雖然他 來抗議 但是我會用你的方法 去聆聽說 他到底要氣什麼 這個態度怎麼改變 他說以前他把我氣 我就罵他 引怒自怒 我現在呢 他現在 他想說 他一定是沒有安全感 他罵越大聲的話 我就想說 這人很自卑 很可憐 我說你怎麼 我請他坐 我以前有想不一樣 他一來的話 就把他擋在門口 不讓他進來 我現在主動 我就請問貴姓 我姓林 請到我辦公室坐一下 我說是是是 我坐下來 他本來沒要坐下來 我自己跟媽媽要走 他請問貴姓 我 然後呢 我就按照你的方法 你剛不是講的嗎 要集集聆聽啊 我跟他 嗯嗯 後來 再跟他解釋 解釋怎樣 我就叫他講 那久喔 你讓你等那久 很抱歉 醫療在台北 再調過來 一段 一段 台北的病毒 都對著來 他也知道這樣 我會跟他講 他會跟你很關心 這樣你知道 這樣我了解 你不要客氣喔 我看哪有意見 主理來 沒關係喔 我倒下來 他倒下來 不是倒下來人事 他說 醫生倒下來 叫他醫生 你知道嗎 他跟人事專家 喔醫生 把他拒絨 所以他跟我說 我現在特別提診 這個主任 我到市場當院長提診 事情 把那個人事主任 給我勾勒 他就說 哇很聰明 我現在說 我人事主任 跟他處理這個 以前很熟 我這次請他坐了 還反應 還給我倒下來 他你知道 他在說什麼 他叫我醫生呢 我叫醫生 我叫醫生 以前我還沒生命 沒了 都跟我說 要靠到什麼人事總局 這次不斷不給我 還叫我醫生 我標示 你說的同理心 是否有用的 很重要 要查理對 尊重 他本來罵你也阻擋 他拒絕 你現在要請你 這邊的製造 這裏面真的是 壓力的處理 情感的問題 所以滿多問題 但大家有一個概念 我自殺不是馬上發生 他從意念到行動 到自殺要身亡 這一定的過程 所以我們同仁來了 我就講自殺行為 這個自殺行為 那萬一他自殺身亡 我們以前常常講自殺成功 所以從盡而後 就不要講這 我不要自殺成功 自殺成功 你聽說大家 是一個發願沒自殺 自殺身亡 這樣就好 不要說成功 這意念 然後計畫行為 這中間有很多相關的 譬如衝動 我剛才講的 我想要自殺 如果他本來平常還好 我就求一個 一個自由 滿自由的一個經理 但後來也是染散毒品 我花了好多錢 我一直滿高潔 那回去 再跟他太太講 不要錢了 因為去買毒品 他已經滷了幾年了 太太又講 你再來 拜託我太太再自醫師就好了 我又不敢了 你說幾個變不好 你不要再來講話 我下去了就要喝酒 我就喝了酒 又再次又上來 又跟他講 他就說 你現在整個身份 全酒味 不要再講了 你如果真的勇敢 你整個死死的 就開始後面 也是氣化 以怒自怒 講氣化 後來 他先生聽了 道路下 又喝完了東西 拿個可樂罐 喝完起來 好啊 你叫我去死 我就死給你看 好啊 你有勇氣都去死啊 他原來不會死 他喝了酒以後 他的衝動控制已經不好 又被激怒 他最愛的太太 又激怒他 讓他覺得 因為一個人會自殺 最後是什麼 他最親的人 讓他覺得 我離開的話 已經沒有牽掛 我離開的話 跟這個世界 沒有connection 才會死掉 結果他還覺得 我跟這個社會 還有connection 他不會自殺 你不要曉得這個關係 這個關係的建立很重要 衝動就會破壞這個關係 所以他上來以後 大家看他拿了可樂 以為他是喝可樂 假的 結果後來發現 怎麼顧著我沒說話 就倒了 他以為喝醉酒 結果是喝了榮耀中毒 送醫已經死掉了 所以自殺的人 他從意念到行動 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往往不是他的憂鬱症 不是他的重大壓力 而是最後的一句話 我們醫學院的學生 他的指導教授 我跟他討論討論討論 後來吵架 吵他後來說 你這樣的IQ怎麼樣做研究 他講一句而已 那個學生聽一下 點點點到的 回宿舍 就用接電線插頭 把自己電視 你說 教授一句話會殺他 真的會殺人 我們醫生都很自己 包括吳老師 我們兩個在做溝通 醫護人員講話 就像藥一樣 搶藥 你如果關係很好 你說這沒關係 不用擔心 別人聽這樣 那些腦 腦肥也很昏迷 開心無比唱歌出去 你跟他說沒關係 聽到一句是沒關係 他到處都跟你講 都是病都是病 你沒有集集聆聽 馬上跟他講這沒關係 你不要生病 你不死了 你犯了什麼 這句話就說 沒有同理心 這變成毒藥 我從半夜排隊看你 你只有看我三分鐘 這個人講我沒病 就病又亂起來了 這講話真的是藥的意思 所以一個守門人 前面我已經講過好多原則了 第一個你要聽比講重要 講的要比對方要少 然後盡量不要用很長 熱熱等級的句子 一定會 嗯嗯嗯 喔 要聽得到 還沒有這樣 就沒有幾招 所以只要你不當啞巴 然後用你的肢體 語言跟動作來互動的話 就當一個很好的守門人 因為守門人不是你要把它 治病治好 而且要守住 讓它不會跳樓 不會自殺 所以衝動往往是因為 以怒之怒 喝了酒 吃了藥以後 另外它有絕望背光 或者接到 接近到致命性工具的時候 它就是很容易透過 像我們講農藥 我們現在鄉村地區的老人的自殺 老人自殺手裡滿高 特別是農村地區 所以農藥跟燒炭的自殺又不太一樣 台北市跳樓跟燒炭 那農藥自殺它怎麼自殺 它一般不會有計劃性說 我計劃一個月 要去買農藥來自殺 不好 譬如呼吸衝突吵架 炒到後來很容易 拿到那裡喝下去 嘉義 雲林 農藥 都到處放 像他們的洗劫精一樣 沒有在關押 所以好了 就死掉了 所以致命工具 致命工具的一個接近 接近性 那燒炭的又不一樣 燒炭你剛好 規劃 因為燒炭大部分就是 憂鬱症 焦慮症都很有關係 所以它會規劃好 然後開車去哪裡買 所以變成自殺管制 等一下我會提到 全面性的話 包括工具的管制 或木炭的管理 農藥的管理 就很重要 再來是媒體的報導 我們6月17號 要開媒體聯繫會議 模仿作用 譬如一個人在面對說 是要死還是不死 猶豫不決的話 報紙一報 你免然上吊 都會上吊 我剛才說青少年 臥過 他跑了之後 我帶路去 大家都聽到臥過 我跳捷運 跳下去大家都跳 所以媒體對部分 特別青少年 很容易造成模仿作用 所以跟我們說這些 實際上那個概念 壓倒落頭的 最後一根導材 很多原因 所以你能夠接觸到 這個人的話 一定永遠要相信 他自殺 嘴巴講講而已 也可能是真的 不要刺激就對了 某一個縣市的消防局人員 也是一樣 搬到又接到有人要跳樓 結果哇 全部整裝 整個團隊都去幫忙 就一看一抬頭 又是這棟樓 又是這個富人 他們在網上喊話 他一邊是很認真 分工 但是我為什麼講人穩關懷 就這樣 自殺房子要人穩關懷 要驅除 比如說 旅館那個歐巴桑 他在工作 他講 我的工作是在服務客人 是最高價值 所以在爬樓梯 我在伸展 都是站在關懷來做這個 那你就會想他是運動 不是分工 或是勞動 最同樣 他就跟他講 他也很認真 那個 彈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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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擺好 但是他多了一句話 哎唷 又是你喔 你真的勇敢跳跳下來 就不懂 我都擺不擺 那個擺不擺 那個擺不擺 擺不擺不擺 就變成他是一個遺族 他為了說 說了怎麼真的死去 所以永遠要記得 壓倒露頭的最後一根稻草 讓一個人會產生自殺行為 往往是最後 那一句話 或者是溝通跟講話很重要 我常常跟我們醫學系的學生 談到這個關係的重要 我印象很深刻 我一個九十幾歲的一個老先生 他還是自殺 犯覆 已經看病五六年 中癒症 老人的憂鬱 很常見 因為三個學生都疑心 跟我說我老婆看不好 他整個看我理事長 因為我當過全國醫師公的理事長 他知道我是精神科 他沒有你看的 我後來把他吃得都不錯 今年真好 三個學生都看一遍 當然我看反正到後來都會 守門人的最後一個概念 都會問 好好不好 我帶你來看理事長 說好好不好 守門人一定要建議 我同樣我看病 每一個病人 我都要把他當作團隊 因為等一下我會講 守門人的概念 他是一定有一個團隊 要製造團隊 要團隊 所以要跟人事主任報告 我們局裡面的品質要好的話 第一個最重要的品質指標是合作 一家都是人沒有用 人才技技 一家都是人 而不是一家人的話 你就沒辦法跟別人的局處評比 就是誇團隊合作 就是要從日常生活的觀念開始 當一個醫生最重要 把病人當作團隊合作 一個人說講話完全不一樣 所以這次等一下我會提到 自殺房子什麼人 那會是人味的 那會是人味的 那會是人味 從人的關懷 那會是人味的 很難 那獄醫生我會說什麼 地方才會來 又回來了 從台南來 那你呢 這三個過去要怎樣 好像好吵吵吵 一吶 原生看你很 那他說導演 回來我反對各位 看你很心很痛苦 對啊我可能講 你就說我昨天晚上 他講你10分鐘 半月12時 他媽的心目 給她媽媽 還沒心目 還乞車就對了 他要乞車 怎麼樣 我在道路上 我說怎麼樣 我就準備準備準備 我跳下去 我說孩子 孩子就在外面來 但是不符合 我就要他跳下去就對了 結果結果他停了 就又哭了更大聲 他底下說 我後來沒跳 我說為什麼 因為我想到 我們今天跟你有約 三個月前 我跟你約說 要帶來看你 他說為什麼 他為什麼那麼在意呢 因為我跟他 要離開前 我每個別人都問說 我跟你約三個月好嗎 他說好 你家裡都說媽媽 老天特 老團店 跟脾氣一樣 不然每一個人都媽媽 他就只有 他就說 只有你了解我而已 那為什麼 我也沒有跟他講很多話 我就問他 三個月再來 好 這個叫commitment 我說他在死前 他因為覺得 還在人世間 還欠我 這一個約束 這個承諾 所以後來 我才有辦法 有機會救他 所以我們講到 現在講的很多 這第一個 你要做一個守門人 一定要關心 要把他當作一個人 你不要說 說他是真的 還是假 一定要去當作人 然後要同理 沒關係 我要去統理他 他說他可以知道 烏龍先生的照片 他專門研究完 至少要秉估 所以有興趣上網 我們那個網站上有 所以後來那個 老先生把他救回來 救回來是什麼 是要把他救回來嗎 不是啊 我是當下 當他跳下去的時候 他還有想到我 所以我才有機會 再繼續給他問說 那你想法結果怎麼樣 所以我把他救了一命 好 那剛提到 自殺的原因裡面 大概 自殺是一個最後 情緒障礙沒辦法解決 最後一個管道 憂鬱會自殺 焦慮會自殺 那憂鬱焦慮 我剛剛也稍微有講過 所以不得不 你們一定要認識憂鬱 跟焦慮 憂鬱的典型 真的什麼叫憂鬱 第一個 基本上心情悲傷難過 就第一個 那萬一沒有悲傷 你可反過來 快樂不起來也叫做 所以心情一定是不愉快 那第二個 你的情緒影響到腦 影響到腦 所以剛剛腦神機摔了很多症狀 所以第二個就像體力 像電池沒電 那第三思考 就像負面的 你戴個墨鏡 你看什麼都黑的 這叫憂鬱症 如果超過兩個禮拜 我們就像中癒症 每天都很準 那要治療 所以憂鬱症很容易是很容易診斷 你看這樣沒標準 你如果心情我們對自己問 就問哪有問題 我就問他 怎麼看你都不想講話 別說 你心情怎麼樣 他哭出來 你再問身體有沒有 你不舒服 一般憂鬱的人 他都會告訴你 但思覺思調 我們講精神無論症 他就不一定會這樣 就憂鬱症 那焦慮症我們叫腦神經衰弱 那再來就物質亂用 網路成癮 青少年的自殺 青少年的霸凌 老人家的憂鬱等等 性侵害 家庭暴力 還有災難 譬如說城堡 或者台南的震災 921 這個都會造成相當多的情緒障礙 另外一個平常的壓力 工作壓力太大 或者性格太古摸 太外面主義 這也容易導致 導致很多的神經疾病 所以現代的精神科醫治在看的是這些 所以我剛剛跟你講 今天下我可能要看 120個病人 裡面都是看這個就對了 就他坐在那裡 你不跟他講話 你不知道他有病的意思 為什麼 因為這些病加在一起的話 大概每 我們講嚴重失眠症 每三個就有一個 失眠症 也是精神科的範圍 那憂鬱焦慮的話 大概每五個就有一個 所以在座 所以在座 我是拍攝跟你們說 你如果失眠 脾氣不好 注意力不及 都會請舉手 應該30個 裡面有6個的牙手 已經打到需要吃了 但不用 這沒關係 沒有什麼可怕 因為現代的人 包括總經理董事長 也都是我們的顧客 那壓力應付過的話 你就會了解這個壓力的來源 到底是個性 還是你因應壓力的問題 這也可以帶來 從危機裡面帶來轉機 所以這張只是告訴大家 當一個手悶人的話 你頭腦裡面 稍微有一個概念說 你不是要診斷他們 但這些人 都可能有明顯的情緒 或者是行為的障礙 導致到他的無助 無往而要自殺 那既然 自殺身亡的個案 生前都是跟壓力有關 壓力可以透過壓力管理來處理 或者跟情緒 優異症 教育症有關 這些病又可以 又精神科來治療 所以表示什麼 結果結論 自殺的個案 如果你提早發現 接受正確的治療的話 都可以挽救他的生命 這句話對嗎 所以變成 從危險性來講的話 我們自殺防治社會有三段無疾 三段的意思是說 針對最高的危險群是什麼 曾經有自殺企圖 這個企圖的行為的意思 曾經割網過 曾經上吊過沒死 曾經跳樓沒死掉 和自殺行為者 還有自殺身亡的家屬 因為一個人自殺身亡 他背後有六個家屬 會受到身心的影響 這叫指標性的策略 indicated 所以萬一在局裡面的話 有人曾經割網過的話 那我們主任就要把它列為是高度危險 就變成要追蹤 要關懷 所以那全國 全國每一個月大概 我們講每年好了 一年裡面大概平均兩萬八千人 將近三萬人 會經過醫療單位 百分之九十經過醫療單位 百分之十的 大會消防或相關的團體 會申報到各地衛生主管機關去追蹤關懷 我們有一個統一 衛生福利部有一個資訊入口 我可以key in 然後就通報 然後衛生局接到就拍案 所以這是指標性的策略 最高危險群的 所以自殺要防止什麼 降低危險群 那提升到保護品質 那第二是選擇新的策略 我們叫selective 針對自殺高危險群 那高危險群是什麼 老人人 剛剛提到失業重大壓力 有憂鬱症有焦慮症 那這就是你們今天來最重要的重點 重點 你看一個人常常請假 雖然講頭痛 你也不要忘了頭痛的原因可能是焦慮 這個人又憂鬱了 所以變成脾氣暴躁 或這個人老跟他的鼓掌吵架 你不要跟他講他素行不良 而且要問他是不是有焦慮 因為一個人如果焦慮症 他會不耐煩沒耐心 然後聽話都會負面想法 就容易緊張不安 怎麼辦呢 我們現在台大研發出來的 心情溫度 其實這五題 這會當作很好的一個守門 等等的衰選工具 等一下再跟各位討論 那再來是全面性 這不是高危險群 這都一般大眾 我真的普羅大眾 教你們如何認識壓力 教你們不知道壓力 要如何管理 要如何透過放鬆的技巧 要如何透過冥想 要如何透過運動來紓壓 這有很多地方都在談這個 如果大家還想進一步知道 比如壓力管理的課程 我們資料環境中心的網站 裡面都有演講 也會談到如何紓壓 所以資訊都有 所以今天來只是結緣 告訴大家說中心有什麼東西 你可用 然後你回去以後 有哪一些概念可以繼續推 所以資料環境的策略 講完就是三大策略 最高危險群 自殺一個人自殺一次 割完了跳樓了 未來一年內 他自殺死亡的比例 就遠高於一般人口 可能高到三百倍 所以他是極度高危險 我們要給他管理最終 那這是如何透過選擇性 像這個合作合法就很多 譬如跟學校 新生訓練入學 那青少年的自殺 黃志青少年自殺 是該年齡層死亡原因的 十大事件的第二名青少年 所以很嚴重 青少年也會自殺一年 百分之五十多 可能自殺一年過 但是後來好起來 所以在青少年 在新生訓練的時候 填兩表或五題 填尾就可以衰選出來 那就是選擇性策略 台北市老人的免費體檢 也有五題 有哪五題 你這個禮拜睡眠怎麼樣 會不會緊張不安 會不會憂鬱 會不會憤怒 會不會我覺得 比不上別人窩屌 那加法加在一起 幾分數超過幾分 可能達到一個壓力管理的臨界點 你必須要尋求專家來幫忙 所以這是選擇 另外全面性策略 就是比較是心理健康促進 讓你增加你抗壓的彈性 讓你避免有壓力症候群 好 那這次回到我們中心 因為要有數據為原則 所以每一年 我們在年中七月的時候 都會針對全國十五歲以上的人口 進行電話 電腦輔助的電話民調 這只是隨便告訴大家一個例子 告訴他你們多重要 一般民眾問他 你想要自殺的人求助於誰最能幫忙 97人 98人 99人 100到103人 最高的就是什麼 親朋好友 越來越高 就表示什麼 一個人他有問題 有問題 會自殺 他不是去看精神科 醫療院所 心理智商 心理智商還好 但現在心理智商 輔助的專線都不多 全國的話 每一個專線 大概手指上有 我一定要永遠記得 不管任何人 不管在哪個縣市 你打免費專線 安心專線 0800 788 995 請幫幫救救我 這句 這個是守門人必備 一定要記住的一個電話 你還要給他建議 就是說 你如果沒有人心情 沒辦法的時候 你就打這個電話 這個滿重要 好 所以這張是告訴我們什麼 我們一般的民眾 如果他想自殺 他不是馬上想到精神科醫師 所以這個表示什麼 比如守門人就很重要 因為他不來看醫生 自殺是一個專利問題 我們一般民眾跟他聊天講話 只是聊天 並不能解決問題 但是陪伴就很重要 你不陪他他就跳樓了 你陪他他不跳 但如果他好起來 一定要來專利 所以守門人就很重要 這第一個 為什麼你們今天來 就跟這個也有關係 因為他不求助我們 是求助你們 他不求助會請假 人是族人就很重要 常常很高 高請假 請假原來很高 頻率很高 你就要給他高關懷 他一定是身體 或者精神 哪裡不舒服 這張是問 我們民眾十五歲以上 問說 當有人要自殺你 可不可以幫得上忙 這個所謂的連度 同樣 由原來的五十二點 你現在六十一點二的 十五歲以上的民眾 他認為 我可以幫得上忙 我可以幫得上忙 就表示 我們一般民眾 萬一有人跟他講到自殺的話 他有心會幫忙 對吧 所以這個守門人的訓練 就很重要 不然他不知道 怎麼樣幫忙 好 現在得知自殺房 這個訓集的環道 當然最常見的是電視 另外一個是網路跟報紙 但媒體這電視的話 都是根據報紙來的 所以沒有一個可以忽略掉 所以我們自殺房的中心 定期都是跟媒體 我們會看他的報導 有沒有準確 有沒有扭曲 有的話 我們就要跟他檢舉 這只告訴大家 自殺房的訊息 民眾的管道從哪裡來 這是全面性策略 我們要如何透過知識 教育的推廣 來影響民眾 對自殺 改變他 對自殺民視跟污名化 然後勇於可以幫他 認別人 那麼回到我們今天的第二個 前面講這樣會不會太快 還好有概念就好了 那你知道原來自殺跟壓力 跟情緒有關 那這些原來都是精神科 或者心理衛生科 可以預防的 可以治療的 所以表示可以治療 但是 自殺意念到行為 結果 死亡是一個過程 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往往很多原因 所以人人都要當自殺房子守門人 有一個醫學系的學生也是 我七年級以後 跟他爸爸媽媽吵架 他說我不想當醫生 我要去當公共衛生的教授 我不要行醫 後來兩個吵起來吵好幾個月 最後一陣子媽媽說 你再來還說不聽 你如果不要打醫生 我跟你看看我家裡散 我都沒有錢 你才不會這樣做醫生 他死死就好了 氣話 他平常正常當然不會講這樣 但他沒玩玩 我就鬧鬧鬧鬧 最後講這句話出來以後 他兒子很傷心 就真的去跳樓 那你說這句話讓他跳樓嗎 其實不是 因為這學生本來就有嚴重的憂鬱症 治療好了 雖然是好了 但是他情緒上常常比較脆弱 對講話比較敏感 我剛剛提到 人的一句話就像藥 人的一句話就像刀 所以講話蠻重要 所以守門人是要最珍惜我們講話 少講多聽 往往效果會比較好 所以什麼叫守門人 固定接觸到受痛苦 或是危難的個人或是家庭 或是辯證自殺行為 對高風險或做適當回應可以轉接 另外一個 要透過適當的學習 每一個人都可以成為自殺行為守門人 所以人事組是最棒最重要的守門人 或者關懷人工關懷協助專案 會來求助有壓力 那也是很重要 所以蠻重要 為什麼守門人的概念 我們今天來跟各位來談 那陳偉講的很多 任何人都可以幫忙別人 因為住人有快樂之本 當然要幫忙別人 這基本的錯話點 他的核心價值 一定要站在人的關懷 要以人為中心 第二個 外力是自殺 他要專業 要創新 核心的專業 品質很重要 所以如果你當一個守門人 我不是專業人士 但是我是要幫助他 你要有人穩關懷 你專業我不是醫生啊 怎麼辦呢 所以你要有專業的素養 這什麼叫專業人士 你要懂得如何善用心情溫度計 就要把他轉介 保證品質要注意啊 我不只是把他轉介 我轉出去以後他會去嗎 他會到急診嗎 所以這個很重要 雖然這是給專業人員 講的核心價值 核心價值是缺一不可 你想要做事 我幫你關心而已 陪伴不專業 原來你是憂鬱症 原來你是一直擔心 先生有外遇 無話好像有嘴 你還要跟他夫婦治療 如果你有概念的話 趕快轉去就醫 我們醫生問 你要想什麼事 我說 要是怎麼鬱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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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怎麼 我每次回來 給他檢查內褲 味道都不一樣 然後我側上的頭髮 長度都不是我的頭髮 應該量起來是別人 我們一聽就知道 這是多於敏感 我說這樣好 讓你很氣 我開一口腦給你吃 別客氣 你還要說頭髮好不好 其實是跟他開一些 看精神病人藥 讓他吃了 又不會妄想 一星期來之後 說有比較好嗎 有啦 現在就比較沒在處理了 我帶著說比較久 其實沒有改變 先生講我也要受傷了 一星期之後 好了 我現在都原諒的 他們晚上來吃雞 他們很可憐 想我做不好 變得同情心 他病好了 所以變成要對勁一下 這跟專業有關 所以自殺不是說你叫不要自殺就好了 這一定要專業 我再舉最後一個例子 國中生 自優生 成績本來很好 後來成績退步 後來應該得了憂鬱症 憂鬱症我剛剛提到 就像電池沒電 所以沒興趣 沒辦法打球 注意力不集中 沒辦法寫功課 然後思考也不好 考試不及格 後來哥哥的罵他 妹妹笑他 爸爸也加進來罵他 媽媽也不講他 最後他在搜集他寫 把這個痛苦的事情 跟老師陳述 因為老師很疼他 以前很乖巧 結果老師看完以後 跟他評說 青少年 應該是 西的中國人 師的苦中苦 方圍 人上人 人的精彩 就跟他國中生 在那幾名 頭後很痛苦 連我認為 最關心我的老師 都不了解我 都覺得我不夠強 對吧 還要我中盡自強 躺到環左 我之後就跳了 沒死 就叫了 但他最後講的就是說 要跳之前最後沒有connection 大家越麻煩 我直接想到老師最疼我 這個關係 這個關係他會講我不夠強 這個就沒關係 就幾次就好了 所以關係就很重要 所以那個老師如果有同理性就不一樣 就趕快把他照來 發揮我剛剛提到三分鐘 弟弟你是怎樣 還是說同學你怎麼樣 我宣洩讓他講完憂鬱 然後告訴他說 我的了解你是憂鬱的情緒 任何一個人憂鬱的話 我都會像你這樣 因為沒有動力 沒辦法上課 注意力會退步 所以老師 不一定來看輔導師 那個諮商是好嗎 我說好老師我真的很苦 就救他一命了 就不會死在手機上沒批 沒批那幾個字 所以自殺防治真的是要考慮到 需要的話 透過刑警溫度計 我們不是專業人員 但是你可以有專業人員 設計給你的工具 來善用他 然後來轉介 因為轉介去 萬一精神科醫師評估 沒關係 在壓力的關係 這樣也是好 也是安全 所以品質就很重要 你別人跟他陪伴 陪伴到後來死掉 反而你變成遺囑 要知道我也帶來看醫生 這個也有報紙上太多了 我們警政署 從最高的署長副署長 12年來 都曾經接受過守門人訓練 現在已經延伸到派出所的警員 都要接受守門人訓練 所以他們做得很好 但是我要提一個例子 因為他只做一半 有一個停車場 太太帶著小孩要燒炭 後來員警就來 跟他談 我談了四十分鐘 一起木炭學一段 談四十分鐘 心情緩解 因為憂鬱症的人 想自殺的人 他的心態是asking for help 他需要幫忙 只是到後來無助無望 所以有一個人在聆聽 他好像越講越來越舒服了 後來我們的員警就跟他 好你這樣有比較好 有啦 不要這樣煩惱 就看開了 你知道是 好再見 拜拜晚安 結果開車開了二十幾分鐘 他那個負面的情緒 想法跟先生的糾葛的關係 又出現 後來就 車子開去懸來 死掉了 後來員警看到 不是很好 怎麼說好啊 怎麼會這樣啊 就變成我們的員警猶豫 或survivor 我剛剛提到 遺族也會猶豫啊 所以我們 無主任不會 無主任是很健康的 所以萬里有人給他輔導過 他美了的話大概不會 但是你們今天上過課 就不會這樣 為什麼你會轉介 為什麼品質很重要啊 如果員警記者說 李教授講過 關懷 陪伴是重要 但是要對症下藥 你跟他問說 就像武器吧 開工的時候 我問一下 你會睡覺我都不會睡覺 我心情會緊張很緊張 他會發脾氣 最近脾氣說我 我這個女兒高貴 我一直在陷水 我感覺對人不好 是啊 我們同事 越來越生越高 越高 心碎越高 我又在那裡 插著人要給我支錢 我一聽的話 心情我越發燒了 你就不會讓他開回去啊 你說你現在比較好嗎 我好 我不會放心 因為我的經驗 過期外 好以後 抵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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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抗 好準作業流程 可以救火 預防他 所以不然會變成為德不足 我在 心殿也是一樣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柳岳先生他很 很有愛心 我鎖在 容易 我們叫Hot Spot 熱點 容易跳河的地方的點 像金門的金門橋一樣 那熱點他鎖在那裡 也是救了好幾個人 但是他也不知道救了 到底真的救了還是沒有 他只把他勸退了這是重要 致命工具或者熱點的防護 但有沒有真的救回來 不知道 但後來他難過了 為什麼 因為有一個反護來 反護來 他反護把他勸阻 後來 有一天他不是跳在這邊死掉 我是跳樓死掉了 那先生看到以後 就換到他移除 他變成是移除 難過 不然有動力 到後來就沒辦法再去 去神殿橋那邊去守護 那這是什麼 也是一問二眼三春節的問題 我勸阻你 就知道 關懷 但是你不要忘了 阿佛去宣洩他的情緒 反應以後 他會舒服 他對你有信任了 覺得你真是個好人 他覺得你關心他 有這個關係了 對嗎 有關係了 然後跟他講 好我送到你爺爺 來那個派出手 看他可以叫他 跟你搭三天 你說你老公會給你打 看錢人可以打一打 那你心情不好 要看台大 看他口袋裡的傳單都會拿出來 0800傳出來 你不要客氣 不然你打電就好了 他就退休了 你再打給他 就讓他知道有求助管道 這個就是品質跟安全 所以守門任的概念 就是要有關懷以外 要懂得應用專業設計出來的 評量的問具或工具 另外一個 當這個人要離開 你就要問安全嘛 所以一定要記得 一問二問三轉接的轉接 蠻重要 那傳統 尊點是要講 要尊重人的利益價值 但現在是要強調團隊合作 所以剛剛提到 一個組織裡面 大家能夠認同核心價值 共同合作的話 他的品質一定會提高 那更重要的 對萬物的和諧共生 跟生態環境的一個關係 那有這樣的一個人文關懷為基礎 以後才能去當守門人 你不是說 人事主任的通告 大家要做守門人 現在要跟他說的是 都沒有情調 沒有尊重人 都感覺到 你的心情要不要 你當作反駕 就變得完結 所以你要記得 要以人文關懷 這個態度為基礎 所以沒有什麼配方 這樣CPR CPR的急救數 新會急救數 一問二應三轉接 哇 這個我剛剛講很多了 建立關係靠問來 那問是什麼 主動關懷 積極聆聽 他會 她的請假 按承辦人說 林小姐 我看你最近這件事很不舒服 每個禮拜都頭痛 就不要站著講 就坐下來跟他講 我積極聆聽他講 關懷他 他就會這樣 那就 我最近我們到 一堆事情 我們爸爸斷 他說 我媽媽斷 我阿公出病 我阿嬤 就開始講一堆 然後就跟他同理說 真的是讓你很不舒服 是啊 你自己關懷而已 不夠了 就趕快利用 我們心情溫度計 適當回應 知識陪伴你願 心情溫度計 量下去分數 心情發燒 你跟他講 哎呦 那個密西林 你這樣很辛苦 你很堅強 但是不要忘了 憂鬱情緒 焦慮情緒 哪久過多 最簡單的比例 你那些壓力就像刀子 割到你的手在流血 割到每一個人不一樣啊 如果輕傷的話 你OK幫他打你就好了 甚至於他自己 你不用打OK幫他會好 但是因為傷比較重的話 你就要土藥 你就要把那個傷口 要處理 要讓它吻合 可能要 需要動手術 都可能 所以同樣 你那麼多事情 會有情緒環境 可以理解 但是你所承受這個痛苦 還有這個嚴重度 根據我去上課的經驗 老師有講 你不妨可以找心理師 或者找哪一科的什麼人 所以你如果要做手 我們要口袋名單就對了 譬如我們處裡面或局裡面 已經跟很多來演講的老師有溝通 就不要全部 你就幾個比較常見的 你就轉介給他 慢慢你就要口袋名單 你做轉介 什麼人 那功能才會發揮 你不可以幾句話說 你看精神科 我忙忙到的 我都沒去社會看精神科 轉對不來 你就看那個 台大精神科 他說張醫師叫什麼名字 李拜奇有沒有人 如果真的沒有 我背你來 他就覺得被陪伴關懷目標 又清楚 所以製造環境 一定要有那個關係在 比較能夠暢通 所以一問二印三轉介 那這個叫做APR Ask 問 Persuit 或Respond APR 叫做CPR 資源轉介 當然轉介到給社會局 給醫師 我判斷 如果心情溫度發燒的話 一定要轉到醫生 哪個專理說 因為健保卡很方便 到處可以看不像美國 美國你要看一個精神科醫師 或加拿大 要看精神科醫師 就等半年 所以現在我偷偷跟大家講 我現在健保在台灣 我現在病人裡面 蠻多是加拿大 美國 他們掛號回來的 他會搶 他掛號好掛號 為什麼 因為我們白天他晚上 我們這邊白天他剛好是晚上 剛好顛倒 我們這邊晚上剛好他白天 所以他逼我們都會掛號 對不對 我們這裡大家在睡 還沒上網的時候 人家就先掛掛一掛 所以這樣掛不到 他掛到掛號了 我拿飛機一趟來 可以有機票 拿三個月的藥回去 三個月的藥 如果他給你拜託一下 一天吃一個 幫你變兩顆 因為那量都很輕的話 變兩顆可以吃半年 這得證啊 坐飛機回來探親 又回來旅遊 又回來看病 然後看到最好的醫師 為什麼他 其實網路會Google 我這邊怎麼會小看 那醫生 他那個病人都會Google Google還是 他不是Google完就來 Google出來那麼多醫生 名列二十個 我就看過一次 突然間六個病人 都從阿里山下來 保車來 你是怎麼看我 結果那些老先生都不好意思講 他年輕的女兒就講 聽不懂 我問說 小小姐你怎麼不講 後來他爸爸就講 好啦 我就問神 他說問神 他說問神 問神 問神是神有我的名單 我有他那個神明 那個神明 你上過守門訓課程 口袋名單 有說台大裡面 變成叫人 神怎麼知道 他女兒講 李教授我跟你講 因為上去Google 憂鬱症打 憂鬱症跟自殺 結果跑出十個教授 這十個我們都不認識 結果呢 我們就拿去 給他手機就對了 他連續三次都指定 有來看你啊 所以 就只有 你自己 醫學中心在世間 都不會看 看不好 看你比較好 我就來了 我說無其不有 所以我現在談了 他轉在來 不管是怎樣 但是你還是要用心 把他看完 這種病人都很好看 為什麼 因為已經接受神明指示來的話 已經 因為心理錯誘 就跟李教授講的 一定都有效的 再加上 我再給他關心一下 說 你實在很感心 從阿里山 從頭上坐到現在來 你實在很認真 要給他扁住 是啊 我五天苦 你放心 我真的把你開最好用 在這裡 你要煩惱嗎 他聽了就爽了 我到已經出去 本來是哭得進來 已經可以笑得出去了 為什麼 神明指示沒錯 果然這個醫師聽懂我 我那麼痛苦 沒有跟我講我沒病 因為憂鬱症到處看 大多會跟他講沒病 心臟科講沒病 心臟我來檢查 心臟的精神 神經科也說你沒病 賀鼻子說你頭腰也沒病 你說緊張喉嚨會梗塞 我老是東西梗塑 賀鼻子 賀鼻子說你肯肯 你肯肯了 我回去 醫生講沒病 太太回去就加成了 因為他不上班 你又來 又來 醫生說你沒病 憂鬱症說病 不但沒看病又被污名化 所以這個憂鬱症的人真的很痛苦 以憂鬱症為例 台灣地區的憂鬱症 不到百分之二十的人出來看 憂鬱不出來 他出來的話 都來看精神科嗎 不是 出來看的那五個裡面 有一個出來看 一個人是百分之七十 去看內科 看護腸科 看外科 看精神科 小毛兩三隻 所以你們就很重要 我們現在精神科 已經很多病人 不過我的意思是說 雖然很多病人 但是還是蠻多病人 沒有接受施葬治療 都還沒有出來 因為他覺得 鬱症就鬱症了 老人本來就鬱症了 問的是怎樣 老人身體不好 老人就沒錢 老人就沒錢 所以應該鬱症了 這是老人偏見 老人情緒會低落一下是對 但如果持續低落 都可以來討論 他的性格的關係 還是壓力的關係 還是因為 憂鬱症的關係 所以講到這裡就解決了 疑問2103轉戒 不然先跟他說轉戒 我們整個辛苦辛苦了 你就快看精神科 你又打死 我就說 你三分鐘 借急用人 積極聆聽 聽他怎麼 聽他發洩 你仔細聽 聽他幹嘛 最後再轉移話題 OK 我最後再教大家 高明了一招 我們社會上有八種難纏的人 很壞的 跟你講話說不完 如果是硬或是難纏的人 讓他講話可以說回來 我們在專有名詞 叫做轉移話題 如何轉折 轉折很重要 轉折 有這個以後才敢講轉折了 因為你對人已經知道 我對這個人講話 我是關懷在聽了 我已經很用心了 透過眼神表情姿態在用心了 等一下講很多 我就沒時間了 我已經講十幾分了 要怎麼給他聽 我就要教你 要轉折一個人的話的話 第一件事情 基礎工 基礎工 包括我那個人事主任 有人來投訴 病人來投訴 或者客戶來投訴 都一樣 有人來投訴的話 你積極聆聽他 罵三分鐘 這個人哪 沒三分鐘才會不會沒力 如果你罵三分鐘 你膠本神經敏感 你罵罵罵罵罵罵 你問他聽了聽了 我發洩到差不多聽到 要怎麼切入 那個轉折話題 第二就是要等他句子講完 他叫句號 你不要再講我講一半 你就跟他講 好 別再講了 我知道啊 這個沒有效 你要等你句子講那句 我會講完 這樣講 我到北方就給我求 我又給我打 他去打 講完之後 等他生理停頓的時候 生理停頓 我現在在講話 都有停頓 你沒聽到 我會放開 我會吸氣 我會呼氣 我會吞口水 我會吞他 我吸氣 呼氣 吞口水 他就要給他介入 介入不是我需要轉折 不然他就要通理 就聽起來了 你阿北有夠大的 家人都給你求死 好啊 我會去上課 有一個學的說 說一個心情溫度子 我給你留看看 好嗎 好 就好了把他轉過來 他就不一直罵他先生 就可以帶過來 所以一問二言三轉 在積極聆聽完了以後 我講了很多說 或者是你時間差不多 你不能說 不行 我敵人 我們到了 好啊 我不能跟你講 不然你頭前 五言真得給他積極聆聽 你一句話 就完全沒殺 前面的同理的程度了 對吧 你不抱歉 我就不贏了 我可以跟他走 我沒辦法跟你講 好 你這個問題 跟他看人生哥 你這個黨委講都不好 我 這樣的建立 也沒有同理心 我說都不對 所以同理心關懷 但他講太久 要適度 我可以轉變 要再轉折 然後再做建立 差不多 講這個差不多已經結束 大概你們都會了 好 這個都不是今天的重點 當然講以上都有 既然是他死亡 跟壓力 跟疾病有關 所以我們同人要認得 壓力之所以壓力相關主觀 恋愛失敗 或者是跟男朋友分開是不是壓力 也不見得 你個性開朗的人 跟這個女朋友分開 他說機會來了 我有機會再認識更多女朋友 對吧 但完美主義的個性 這個女朋友不要我了 我真的是沒用 我一表人才身高180 成績也不錯 他幹嘛 不要我 我就跳樓算了 就死掉了 那離婚是不是壓力也是很主觀 所以壓力之所以壓力是看你的認知如何判斷 你覺得是危險就容易產生焦慮 你覺得挫折就容易產生憤怒 容易失落的話就產生憂鬱 所以常見的壓力反應你閉著眼睛就可以講 如果不是緊張不安的焦慮就是憤怒就是憂鬱 剛好 我們心情溫度計恰巧 五體裡面這三體都有 記得 所以這個壓力的情緒 反應就是焦慮憤怒憂鬱 那一個人在緊張不安 你當守門人很容易 你會跟他講你不要緊張喔 這有嘴你又是憂鬱症我便宜你 但一個人在罵你 你說你管我才知道 你不要再來了 我陪你也沒有要死 你不要再來了 跟你面子說 好好好我是愛你 要關心你你又不愛 我一輩子以怒自怒 所以等一下面對憤怒實際上 焦慮有要憂鬱有要 但一個人很極度憤怒 大概沒什麼特效要 你說憤怒沒有特效要 那不能治療嗎 有 因為用藥是解決的方法之一 但是有比用藥更有效的 所以面對憤怒要用的是同理心 同理心 我等一下舉一個例子給你聽 好 那剛剛提到情緒有壓力反應的話 影響大腦的判斷 情緒反應也叫一個邊緣狀細 這一群小細胞 這要控制情緒的 這細胞會影響到下肢瘦 下肢瘦重量不到一公克 但它影響全身 下肢瘦影響自律神經 造成免疫功能影響 下肢瘦影響內昏泌 也會造成免疫功能影響 我們正常人 體內都有三百萬個癌細胞 但是我們不會得癌症 為什麼 因為我們有免疫細胞 我們有連體會打敗他們 但是一個人在緊張 不管下肢瘦作用起來 這免疫功能一下降 就容易得癌症 這例子也很多 所以有一些癌症會治癒 而且最嚴重的就是無助無望 當一個人在無助無望的話 他就很容易死掉 會無病而死 這叫心理導致神理 這叫心理神經 生理反應 心理神經內複密反應 心理神經 就是免疫功能反應 所以這講不完 但這是簡單的一張反應 可以主導我們現在醫學裡面 很重要的一個概念 當一個癌症病人 他問醫生說 請問教授 我們活多久 他如果沒有同理心 沒有討論 平均大概多半年 半年後機會會死掉 為什麼 因為大腦裡面判斷 我活半年會死掉 他整個免疫功能準備 他會死 但醫生如果講說 過去的研究用藥 目前至少你可以活半年 但是 你不能忽略壓力管理情緒 運動營養睡眠 都會影響你的免疫功能 所以我們還有很多事要做 你知道嗎 是 他就回去種田 回去做義工 很好的修行 又打坐 又娛樂 半年還活著 還沒死 反正是怎麼 我們體內 這個叫做我們的治癒功能 治癒功能就是我們的自信 樂觀 又會影響 我常舉個例子 民國71年 我到美國 大學進修心理腫瘤學 心理壓力如何影響腫瘤 那得了癌症 如果影響心理 我們都知道會影響 心肌肝災病人 如果你憂鬱加進來的話 就死亡就會上升 無知無望憂鬱離婚以後 再加上無知無問題容易得到 脂肝瘤癌 這做很多 我常舉這個例子很好 我的例子我們 醫院裡發生 有一個先生 我現在不是在鼓勵外癒 有一個先生 因為外癒才能跟太太吵架 吵到後來大概五六年 搞了五六年 後來有一天 體重下降大便流血檢查 這大腸癌 經過嚴密的開刀化療 好了 OK 太太就很關心先生 我就問醫生 請問教授 我先生能活多久 他說至少可以活六個月 就太太聽說至少可以活六個月 那大腦開始判斷 產生憂鬱 不甘 那要知道也是 這八年來就不要跟他吵架 在鼓勵 我就開始齊嚴 他做法就影響他的做法 他變成 他就跟他先生講 老公啊 我現在還沒退休 學校很忙 我也沒辦法兼顧你的營養 那你就把那個人接回來好了 我聽不到 你說你是哪一個人 你不是常常為了他跟我吵架 你說你是真的嗎 我說當然啊 我很誠意的跟他講 就接回來又就發現問題了 他本來一直以為他半年會死掉 就剛回來還很開心 幫他做飯啊煮菜 他覺得還免費請一個外勞 我很開心啊 我還可以有時候有時候 看先生也很開心 我還到半年 怎麼沒死了 就後來太太有點難過 我不但沒死 又去打高乳酒 本來沒有打高乳酒 我現在說要打高乳酒 我要到年底 又說要到出國去旅遊 併這些太太太 我就後來太太去罵那個醫生 有一天就到醫院來罵說 你叫做 我怎麼 你 他就 他不說了 你怎麼了 你先生很好啊 上禮拜才來 因為救出太好 我說奇怪 太好你怎麼沒完 因為救出太好 他怎麼跑出來 叫佛師 這個人小小 他沒講 他快點叫護理師 可以把他帶血 後來跟護理師真罵剛剛的一段話 所以一個人在無助無望 他抵抗力會差 但有希望樂觀的話 他抵抗力會影響 所以永遠一定要給人樂觀 希望 而不能騙他的意思 所以這個叫什麼 軍會下試求 所以為什麼壓力要管理 就是因為要影響我們的體制 好 今天最後要跟各位分享 就是說 所謂心急混渡劑 大家手上都有 叫做 Breative Symptom Rating Scale 這是台大我們過去幾年來 從90題的題目 慢慢延伸變60 變成3題慢慢延變而來的 我們在民國93年 我在台北市立良委員當院長的時候 我們在台北市開了一個記者會 推廣 檢視政康評論表 那當時是馬英九市長 跟張宏局長 我們就說 讓民眾更好瞭解 開氣叫做刑警溫渡劑 所以我印象很深刻 那天 我們這個政廠分數六分以內 那天馬市長是五分 五分 也緊張 睡不著 到外面我就問 你是怎樣 因為我家的小狗前天死掉了 所以正常失落 但是他的反應是可理解 還沒有達到需要諮詢 因為他不到六分 這題目很簡單 這一章 我是希望你要做守門人 要管理自己 照顧自己 永遠要記得 請回想過去一個禮拜 重點 過去一個禮拜 包括今天 這些下面這個問題 讓你苦惱的程度 這是一個自填的量表 只要小學生都會填 但是因為老人家 視力不好 你要怎麼辦呢 他住院 我們現在很多醫院 在住院的時候 除了量體溫以外 護士都會幫他 來做這些事情 自填不行 看不到就唸給他 你會不會睡眠困難 譬如讓你入睡 易醒或早醒 沒有這零分 輕微的一分 中等是兩分 厲害之三分 非常厲害之四分 會不會緊張不安 會不會苦惱或動怒 會不會心情低漏 會不會比上 比不上別人 會不會自在想法 所以本部本題是五題 所以總分五題真的是二十分 所以這很好記 這一下停就會了 你們手上都有 要不要小看這個 我講一個 送餐服務的一個高職學生 高職學生 高職學生 不是社工 但是老人獨居 他送餐服務 他以前老人家吃便當吃三分之一 他就跟他恐嚇 關心 你吃這樣不行 是怎樣我就吃不下去 你營養不良 你看你現在都這樣皮包骨 你這樣抵抗你的病 你看你現在正在打工 還會這樣感冒 這個快事你要注意 聽了就越南過 只會講這句話 這一般人 關懷 但他接受心情溫度劑訓練以後 他說理屁講過 要疑問二應三轉正 要問問問 你說你是怎麼吃不下去 我也不知道 你不知道喔 你心情怎樣就吃不下去 好啊 你睡得怎樣 他說你怎麼知道 我都不會睡著 我就把這個舞台問完 他回去報告社工督導 他跟人講 我報告老師 這個人便當只是三分之一 以前是三分之一 然後大家都覺得 這個廠商品質不好 可能是看清這個獨居老人 品質不好 就開始掛餐點不好 但是現在第二句要跟他報告 這個老人家心情溫度十五分 已經破表 達到我們必須要轉再看精神科 他還說要轉 多了這個兩分鐘 老人家開心 為什麼 因為從來沒有一個人跟他聊情緒 他聊 他一變兩心情不好 你聽說是怎樣 他就開始罵了 我從大陸退回來以後 原來是大將軍 我現在怎麼開始講過去 講過去他講他發洩就有笑了 你不要以為他在罵你不是意思 你只要聽他發洩 那個宣洩的作用已經有了 所以這個兩表是做什麼 做你建立關係以後 為了要了解他的專業方面的知識 你又不是專業人員 但是可以利用專業所設計出來的兩表 來給他評量 你就多了一個工具 這專有名詞叫Empower 白話叫做加持 就這一張表可以加持你當守門人的這個power 就對了 讓你覺得很自信 如果不用怕就對了 為什麼 白病離不開這五題的情緒反應 但是 什麼時候該看精神歌會很抽象 所以這五題可以告訴你 我的人家有分 恭喜你要站住還不錯 但是不行 大家要講 要運動要睡 我們大概所謂的壓力管理的專備 那五項 睡眠要充足 營養要均衡 運動要規則 要有放鬆 要有休閒生活 這五項你要倒背如流 因為這五項都不要花錢 但是一個人要抗壓 所以現在員工推行那個活動的話 那主任可能要跟大家參考 要checklist 你睡眠有充足嗎 營養有均衡嗎 營養均衡很抽象 但說得簡單 你不想吃的東西多吃一點 你愛吃的東西少吃一點 那就是均衡 我很愛吃甜 很愛吃巧克力 二屁說過 怕吃肝 吃八分吃七分就好了 所以均衡是很抽象 但是你直接把 因為一個人生活到現在 你還活著表示你還不錯 但是有沒有擺病發生的話 就要看均衡 所以愛吃的少吃 不吃的多吃一點就解決了 他的分數 他的分數如果是六分到九分 是輕度的情緒困擾 要找人聊一聊 所以剛剛提到 我把你六十人都會找朋友聊 這個就有效了 但是如果你死到十四分呢 我每次要跟他聊一聊而已 你就要記得一問二硬了啦 死到十四分到二硬 情緒困擾 要請求心理智商或專業諮詢 心理智商很難找嘛 一般都在醫院裡面嘛 所以你要找開業他要錢 你哪有錢 他的壓力那麼大 要再一次六五千塊 這智商的健保卡拿著 只有括號會 各大醫院精神科都可以 所以我比較建議現階段 就是這樣 以那個可敬性來講 如果十分你算 你就不要客氣陪著他 我陪你 我去看台大精神科 我看馬街精神科 我看和平 就離他家近的 但是你要問他你平常 你喜歡看哪一個醫院 因為他講 和平醫院在我隔壁也不行 我如果以後看精神科 大家都知道 我就好 那我就帶你到遠一點 我處理龍總 好就好 所以諮商 後來他轉接一定要再配合他的需求 十五分以上的話 就表示需要高度觀察 一定要精神科的治療 那第六題 過去一個禮拜 你有沒有自殺的想法 萬一自殺意念有 而且這兩分以上 不是情度 而是中度普通的話 我們也不妨 因為自殺的意念要發生 前面我也提到 他不是在壓力之下 都是有情緒障礙 但是你不是專家 那又要專家評定 才能夠品質才安全 所以我們還是要轉接 所以這個如果十五分以上 應該是要看精神科 十分可以建議精神科 或者是社區心理衛生中心裡面 也有免費諮詢 特別是台北市 如果十五分以上一定 不要差別 這把他拿著走 這樣看 所以十五分以上 到十十分 這要帶他看精神科 OK這樣 西極溫度劑有論動嗎 要不要小看他五題 他的性路效度 我們都做過檢定 我們在國際雜誌上 都有話不要過 好 好 那製造威脅性評估有很多 大家網路上我們很多書 那你不要忘了 只有幾個重點 有製造威脅 要把他當初真的 我弟弟我沒跳下去 你不要跟我說假 這樣 因為你不是只有人家跟你說 我要操作 你不能說好 你細細也好 真的會死掉 所以要支持 另外家人朋友很重要 那沒有簽署評估之前 儘可能將兵的安全來安置 想要好好講 台首所的警員 我在停車場 已經跟他談得很好了 我看他開心了 但是你要想 他一個人這樣回去安全嗎 我要不要通知家屬 我不要陪他去做急診 或者我要做什麼 就變成要考慮到他安全 另外一個長期優異的人 突然恢復的話 也要問自殺的問題 他如果鬱子兩三年 如果鬱子很辛苦 他死死也好 他猶豫不決 所以有一天他想多了 還是要死 一想到送人家禮物 把東西都送人家 然後打扮漂亮 擦口紅 裝得很漂亮 你不要跟他講 熟悶人 恭喜你 我看你兩年來都很難過 今天終於 如波雲見日了 恭喜 你把恭喜到價名 跳牢之下 就換你憂鬱 所以熟悶人要注意的 唯一的就是說 你萬一一個人憂鬱 看白天都失敗 有一天突然很開心 跟你送你東西的 把他手錶要給你 你說你好慷慨 你今天對我這麼好 很謝謝感恩 感恩料中跳牢 誰要記得 嚴重的憂鬱症突然間好起來 你變成不一樣的人的話 你要問他 你這句話一問的話 他就停頓了 你講不講話 就開始哭了 這表示什麼 他這只是做好 我要跳樓 我要燒探的準備 而也不是真的好 所以熟悶人如果這五項注意事項注意好了 大概就沒問題 就一問二應三轉接 那時間關係 我要跟各位談到官法的技巧 就是為了要教育他 要支持他 然後呢要評估 評估就是心情溫度計 評估法 發燒沒有 教育就是要加 講說你這裡說有說過 人家有壓力的時候 要有情緒不好的時候 也影響身體啊 注意力也不好啊 你就教育他 這情形都要治療啊 我要支持 所以如何支持 就是最後講完 我們就可以結束 好不好 當然會談 你要跟他見面前的準備 一定要自己心情要穩定 在基本上是 要態度要好 另外面談的地點要安靜 你別在馬路上高速 當然宜文樂園算算這樣 周圍 距離 大概我們可以用90度的距離 或15度都可以 但是我要關心的就是 身心的調適 你要跟一個人講話 或是人事主人要去談判 或是同僚去談判 要跟人對談 談判一定要放鬆自己 因為放鬆以後 你才有交感神經下降 你才有靈感 才有耐力 才有包容性 所以每次看病之前 五分鐘我絕不開會 開完會一定要停五分鐘 不是他從中慢慢走進來 一定要坐在那邊靜坐五分鐘 慢慢呼不呼吸 我真的要做什麼 做這個 所以每一次做什麼人 你要去跟人家講話 或者你要看病 或是參加重要會議 要做什麼 放鬆 放鬆技巧 骨筋狀況有好幾千種 但是放鬆為什麼有效呢 主要是三大內容 第一個呼吸 它是用腹部呼吸 吸慢悠緩 這個我們都有錄音帶 或者CD 你想要的話可以聯絡我 或者是在網路上 我們也可以有照得到 肌肉全身放鬆 來的心情 注意力要集中 所以又終結起來 40年來我認為最有效 最簡單的就是呼不呼吸 你沒空 沒辦法教你們做 當然我們都有DVD 比你做好一個姿勢 躺著也好 等捷運也好 或者是人要來控訴 李教授說要借給用人要看著他 但是又不能罵人 該做什麼 腹部呼吸 你就慢慢做好 想像空氣從鼻孔裡面 經過一支很軟的很細的小管子 然後管子到肚臍下面的腹部 像一個氣球一樣 這個圖知道小細管 我們現在最近有小管子 然後到肚臍下面有一個球 你要做什麼 好 全身不要用力 因為肌肉會放鬆的話 它會feedback回來 告訴大腦的自律神經要下降 所以自律神經有很多種控制全身 沒有一種我們可以控制 你心跳會讓它跳慢嗎 不可能 血壓讓它下降不可能 但是只有呼吸你能控制 那特別的 你呼吸一變慢的話 其他膠管神經會跟著下降 所以手勇無盡 所以你呼吸慢慢 呼吸心跳就會變慢 血壓下降好 這樣怎麼辦 你要想像好 我現在空氣從鼻孔慢慢吸 吸到肚子 慢慢把那球撐大 達到一個極點 或享受一下腹部腫脹的壓力 你可以肛門的跨越肌 可以稍微縮縮 體驗一下那種感覺 停一下 然後慢慢的空氣再呼出來 或呼到底 停一下再慢慢吸 就是以舒服為原則 那我們有錄音帶可以指導你 你現在不用錄音帶 你只要把呼吸編慢 不要 胸部都不要動 因為你緊張呼吸越呼越快 所以一定要借急又能 全身晃衝一下 人要死去這樣 手都沒力 整個都停上了 注意窗戶的 失眠的時候 晚上睡不著 你直接不看鐘 你注意吸一吸呼吸 你必然會睡著 你在那邊看之後 幾點鐘會睡著 注意力集中 絕對睡不著 所以我個人認為作用最大 而且對我個人 整個專業也好 健康領域也好 拜放鬆技巧 特別是呼不呼吸 我覺得是最實用 當你很緊張很生氣 記得想罵人的時候 如果你先提醒自己 所以剛剛主任的特別教導 一定預防生理治療 預防心理壓力的不良影響 呼不呼吸是很好 很有效很快的一個方法 所以請大家什麼都忘掉 回去一定要記得 李教授講過 戒指又能呼不呼吸 好不好 好 那另外同理軍建立關係 大家都懂了 講很多的積極聆聽 戒指又能不要打斷 眼神關注表情關注 姿態先請 然後接納他 他講很痛苦你就很真心 接納他的不舒服 然後表達關懷 因為你剛剛提到的眼神關注 這一些姿態 就可以表達這些事 這些都不是靠講話講的 對吧 他在講話你沒有打斷 這樣姿態前行 就表達你對他很尊重 你才會聽啊 我跟他講你沒有訓 沒有訓練 嗯哼 一直聽到啊 表示你聽懂啊 再來 姿態前行 還沒靠近距離 讓他覺得很溫馨的啊 所以我剛剛講的那三招 其實就是要表達你的同理了 你在嗯哼 還有呢 你在誘導他講更多 讓他宣洩 所以 非語言過程之下 姿態前行 表情關注眼神 一定要看著對方 好 那面對婚女自己同理心 不要逃避 不要怡怒之路 反而有同理心 因為婚女的背後 是跟直背有關 所以要記得 憤怒會傷身 一個容易滑脾氣的人 他就很容易心肌梗塞 這個歷史太多了 所以我就不要再講 但是面對婚女沒要 但是有 有處理的方法 叫同理心 所有的病人罵我 跟他講嗯哼 他也滿生氣的 開了都不好 好啊 結果講到後來其實是有效 他只是昨天晚上 被他太太罵了 又要頭痛一次而已 所以問到家裡 說我你換他好嗎 不用啦 為什麼就不錯啊 所以你以怒之路 你知道他要不好 好啊 你啦我跟他換他 又馬上下決策 那就不對 你問為什麼不好 一問二言三轉這 就話這樣 看了一個禮拜 前面五天都很好啦 嗯哼 到第六天 又惡化啦 怎麼樣惡化 他就停住了 有啊 我太太要罵我啊 我女兒不聽話啊 罵我神經病啊 在看健身科啊 然後我氣了 然後我頭就越痛啊 後來就吃藥沒笑 說啊 當然嘛 吃藥不好 這種不好 這才同理 為什麼先生會罵你 小孩會罵你 你沒想過 我講話要叛 不要啦 所以你可以理解 是啊 所以後來我給你吃藥 頭就不痛 但是你也要稍微 要修行 要修正啊 要怎麼修正 放鬆啊 我就下一招就叫他 當你很想罵小孩 很想罵先生 你就借錢用你忍一下 幹嘛 腹不腹息 完了以後你氣定深情 再看事情 再聽事情 就完全不一樣 好 最後一張 教育 已經講那麼多 告訴你壓力的結果 還有自殺的原因 支持是很重要 人際關係 你要修養很好的人際關係 除了聆聽以外 就要支持 所以支持是什麼 積極聆聽 講他的不舒服 讓他宣洩 讓他罵完 從罵的過程裡面 可以跟他稱讚 可以跟他鼓勵 再保證最後再多建議 所以這張圖子告訴大家 一問二應三轉介 轉介建議 永遠在最後面 那宣洩是第一個 積極聆聽 澄清 我常常用的鼓勵稱讚 所以我們在 吳主任在做教育培訓 就是要訓練 同仁互相打氣 互相鼓勵 要不要小看這個 有一個病人 他也是婆媳 婆媳糾婚 吵架 有一個憂鬱 氣到後來想要自殺 那都看不好 後來介紹給我看 已經七十幾歲 後來來看我 我只當他發現 我說 我一說 你怎麼這麼困難 誰不自殺 頭就疼到要死了 還沒吃了 全身都沒力 還有呢 他就開始就講了 我媳婦怎麼說 就開始罵媳婦 媳婦怎麼樣 媳婦都不去煮飯 不去做事 都吃便當 我兒子在用 我兒子做總經理 就要回來再看 我是眼睛 店沒看而已 那是你怎麼 我早上爬起來 沒力我就倒閉了 整天倒了整天 我媳婦都說我本堂了 我請問 我很辛苦 我一個人也罵媳婦 他就講 這個人也罵媳婦 我罵媳婦 我給她稱讚 我說老婆媳婦 你這樣二十年來 都喝到這樣 喝到這樣 是很不簡單 他都笑出來 他說 大家都說我黑白來 都說我是氣笑 你知道我很辛苦 我說你實在不簡單 我這裡有喝 喝二十年 他就笑出來 你就是都沒有欠運動 整天蓋在那裡倒閉 所以說沒力了 我沒怎麼運動 我就沒力了 我說倒閉 你如果運動 有力 我就要鼓勵 我就要鼓勵 再給你保證 你這個吃油也不好 他說你知道 我們家裡的油也整個車 我都沒在這裡 吃兩天就沒吃 是怎樣 這都頭到快了 不怕肉了 本來是頭到店裡吃這個 算算放菜放不出來 所以我都沒在這裡 我家裡的油也整個車 我跟他建議 所以你其實是不用吃油了 你是氣出來 對啊 我就氣出來 氣要怎樣 就要運動 運動是怎樣 你運動可以輸解你的交感神經 你運動可以增加你的活力 你規律運動可以延長壽命 不是這樣而已 你規律運動可以促進你頭腦的 腦肥的分泌 給你心情的快樂 她媳婦 小孩子陪她來看 她媳婦來跟她倒閉 我說你那時候 我跟妳主婦說 是怎樣 我就沒看得到 我跟她媳婦說 是怎樣 我以前嫁來她家嫁那久 從來沒看到我婆婆笑 你有夠厲害 你是怎樣去治療 他以前都看得到我 也不用春風 我拍世界又怎樣 因為她到行公園運動 第一天在那邊 六點就起床 爬不起來 但是也會去運動 隔壁的那個老胎 問她說 我為什麼 我都沒看到你 是啊 大家李高雄叫我運動 還說運動 不錯 對對很好 我就是應該運動一年 我說這樣 你是怎樣 我以前很痛苦 失眠 也沒有 但是我現在來一年 你看我整天這麼好 我可以說這麼好 我說 你是怎樣看得到 睡不著 他就去我媳婦 他就罵媳婦 天下威搖一般 說同局處的同行的 你去分享經驗 去講這個不舒服的 開心的大家一定會 共同罵主管 那是宣洩 那是開心 沒人媳婦 他說我媳婦很厲害 我們兒子 二十塊 要花公車 還給我賺下去 他一邊說一邊說 我這個媳婦哪要派 第二天他換他問他 你有沒有媳婦 有啊 那如果出賣 那是怎麼不就把他媽媽的一邊 他說 這媽媽是媽媽的一邊說不做事 那些人都沒有做工作 你要吃什麼 錢就有啊 那是怎樣 我們兒子就醫生 他說 哎喲 那媳婦呢 媳婦你家有多少錢 我們家裡 都家裡家裡 所有人都不想吃 收錢都喝 有錢 他說有錢 他說有啦 這幾個我就兩萬塊做收費 他聽著說 喔 兩萬喔 你這 媳婦跟你說喔 提著燈籠沒處找 你看 夥伴 稱讚 跟他鼓勵 哎喲 你都沒收喔 你這個媳婦沒當處 過年咧五萬 哎喲 意思還夠不簡單 講完以後 給他 有沒有建議 沒有他只給他鼓勵而已 所以他為什麼好 我現在是不只我跟他講話 讓他宣洩 讓他運動好起來 朋友的協助 支持也蠻重要 所以 我剛提的這個例子 永遠三不去 先讓他宣洩 再釐清 最後再做建立 好不好 所以我想 所謂的技術 我就講過 一問二應三轉介 好 四三房子 人人有責 你說榮耀我可以控管 燒炭我可以管理 但是上吊繩子 我沒地方控管 你要怎麼處理 就是要關懷家人 因為老人家上吊都在家裡 大部分都在家裡 他有申請不對 心情不好 就給他一問二應 記得要轉介 人人有責 那往往要相連 我們青少年的王 就是學校 那我們自殺死亡人數 百分之八十以上 都是在企業的年齡 二十歲到六十四歲 所以企業很重要 企業誰在管這個人事 吳子孫 一定跟這個人有相對的基金嗎 為什麼 因為一個人壓力大 情緒不好 一定會傾嘎 一定會高人事日請假 所以人事是很重要的守門人 所以這次我整領主理在告訴說 人事主任要來 這樣講的是對 為什麼 他是最重要的企業界 最重要的守門人就是人事 因為他安排教育訓練 要看常常請教人 要給予關懷 就不要忘了我們事療的人事主任 一關懷了 讓他動作疑心 和鞠躬 所以常常這樣的關懷是要互動 透過聆聽 然後他會給你 feedback 這樣才有辦法達到 自殺往往相連在一起 不是靠醫療而已 另外一個要面面俱到 往往相連 但是每一個層面都顧慮到 所以變成專業的轉介 一問二問三轉介 就蠻重要的 所以最後一段就是大家有空的話 可以download 你的手機download 或者到網路上 一download以後 我們的手機 你也會出現 心情溫度計的五題 裡面得分 會永遠給你做記錄 另外裡面我們有28本 電子書在你的手機裡面 連會可以下載 你想想看青少人的自殺 你想想看自殺 也許有自殺 你想想看到職場心理衛生 裡面都有 OK 謝謝大家 積極聆聽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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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